上位为德国民众周日傍晚聚集在布莱登堡门前 透过Live串联的方式出席国际时尚晚会 要为乌克兰政府来筹款 盯着大一幕上的视讯画面挺乌克兰声音口号不绝于耳 除了行动力挺 德国民众也喊话政府对俄罗斯的制裁别再有所顾忌 标语上写着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就等于提供炸弹给俄罗斯 毕竟正当各国都在禁止俄国石油天然气 德国政府却极力反对 民间团体加入制裁声援却也忧心成了狗废火车 都说了愿意承担后果负责外交事务的德国联邦议员穆勒也透露 接下来几个月德国将大幅降低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煤炭 但降低天然气仍得先缓缓 力挺乌克兰的立场一致 但有关民生的天然气还是不能说断就断 TVBS新闻洪福华刘婷婷德国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